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这一讲,我们将介绍19世纪现代科幻的发展。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几个问题。 第一,19世纪常被称为科幻,或者说现代科幻的造始时期。 第二,在讲述科幻语言形时,我们涉及了众多西方语言和民族。 但从此处开始,我们将集中于英语科幻。 这虽然会略过一些重要的作家,比如捷克的卡佩克、波兰的莱姆、苏联的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等等。 但整体而言,英语文学是科幻写作的主体所在。 第三,19世纪时,科幻仍未获得现代名称。 当时英国写作占优势,类似作品被称为科学传奇。 这一文学类型在二战之后融入了更有影响力的美国科幻潮流, 作为一种独立文类,已经不复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用科幻去统称19世纪的科学传奇。 介绍19世纪的科幻,当然要讲玛丽雪莱,以及她的弗兰肯斯坦。 这部作品如今已经进入了经典文学史,也有不少同学把它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 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异议含混》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解读, 比如知识与权力、可复制性与可教育性、女性的恐惧、反成长小说、 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社会动荡。 大家如果要再研究这本书的话, 注意它有1818、1823和1831三个版本。 当代研究者一般认为,1818年的版本、初版、追剧价值, 后面的修改版反而削弱了其中的含混张力。 在这里,我们从科幻的角度分三点讲解一下这部小说。 第一点,故事创作的背景,活有科幻色彩。 1816年,雪莱夫妇认识了拜伦, 常去拜伦在日内瓦夫盼租借的别墅聚会。 1815年,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坦布拉火山爆发, 这是人类有史记录以来的规模最大的火山爆发。 火山灰遮天蔽日造成了1816年全球性的无下之年。 恶劣的气候,促使雪莱他们常常待在别墅之内。 为了打伐单调的室内生活, 他们一起阅读了德国恐怖故事。 拜伦随即建议每人写一个鬼故事。 第二点,在写作期间, 大家谈及了一些电力实验。 这些电力实验是把一些细面条或意大利面食 放进莱顿瓶中集合, 直到它们在某种非凡力量的作用之下, 开始主动移动。 于是,我们看到玛丽把这一谈话转移应用到了人的身上。 故事中,弗兰肯斯坦通过化学和电疗法 创造了生命。 电乃是生命之火花, 这不仅仅是弗兰肯斯坦的信念, 不仅仅是一种虚构, 而是当时的一种科学认识。 18世纪末, 意大利解剖学家加尔瓦尼 用电流让死青蛙的大腿发生抽搐, 由此推断出, 电力是激活生命的力量。 相似的实验和观点, 在19世纪初的英国有着相当的流行度, 这属于外在于刘顿物理学范式之外的魔力论。 第三点, 小说创造了三个经典的科幻人物与主题。 首先是弗兰肯斯坦, 在英语中, 他指被自己的造物反噬的人, 尤其是那些追逐禁忌知识而遭到惩罚的傲慢之人。 是另一个福士德博士。 在科幻中, 他泛指不负责任的造物者或疯狂的科学家。 另一个是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那个丝块通电后生出来的丑陋怪物。 这个怪物没有名字, 但是他阅读了书籍, 偷学了人类的语言。 如果说我们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是象征性能子链条当中的节点,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份一定程度上是由语言和话语建构的, 那么怪物就被卡在了进入象征域的大门之处。 他既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 也不是一个野兽。 第三个科幻主题是弗兰肯斯坦情节。 它是由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在1947年的机器人故事当中提出的。 就是在人类与机器人, 以及如今的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 都存在着人类造物在某些方面远超于人类自身, 因而引发的人类对惩罚或者报应的, 妄想狂事恐惧。 这就是所谓的弗兰肯斯坦情节。 玛丽雪莱之后, 英、美、法等国都出现了许多的科幻作家和作品。 凡尔纳于1865年出版了著名的《从地球到月球》, 不过一年前, 也就是1864年, 一个署名为特鲁曼的英国作家出版了《月球旅行记》。 故事上部讲述了主人公发明了一种反重力物质, 可以将太空飞船推进到月球。 下部讲述了月球上的乌托邦, 其中的居民是地球选民的化身, 但是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地球身份。 在1870到1871年间, 出版了多部重要的科幻著作, 《利顿爵士》出版了《即将来临的种族》, 讲述了更高等的地下物种和他们的乌托邦国度, 一种名叫维利尔的电磁波, 既是他们的科技, 又是他们的美德的源泉。 切斯尼在杂志上刊登了《道庭之战》, 故事讲述了德国对英国的闪电占领, 作者借此告诫英国政府需要重新增兵和重组军队。 这个故事开创了未来战争故事类型, 这类故事一直到一战之前, 在欧洲国家都十分流行。 同时巴特勒还提交了机器进化故事《艾瑞红》的草稿。 我们知道, 19世纪时, 众多英美作家的写作生涯都离不开杂志, 报刊的助力, 而当时出版业的发展也极大的促进了科幻的心盛。 上一节我们提到, 跟斯巴克创办《科幻》杂志时, 将凡尔纳、 爱伦波和威尔斯的创作 视为文类的先导和标准。 19世纪最后十年, 威尔斯所创作的科幻故事, 也被众多研究者视为现代科幻的范式。 接下来我们就从三点来讲一讲 威尔斯对科幻发展的贡献。 要注意的是, 下面我们谈到的威尔斯科幻, 主要是指他19世纪末的早期创作, 也包括20世纪最初十年的部分创作。 威尔斯个人的职业发展比较复杂, 中前期和中后期存在着一个创作导向的断裂。 第一, 威尔斯科幻是科幻发展中的成上起下者。 我们在第一讲曾经提过, 幻想航程是最古老的一种文学, 其中的地外或星际幻想航程 常被视为科幻的起源, 而最常见的就是月球故事。 我们前面曾讲到了卢西安和开普勒, 此节提到了特鲁曼和凡尔纳的月球故事。 在威尔斯的登上月球的第一批人中, 反重力物质因月球重力较小, 植物快速生长, 月球上的洞穴等等, 都是受到了这些故事的影响。 故事中的外星人不再仅仅扮演着讽刺的角色, 而是他们本身变得有趣。 1927年, 跟斯巴克旌旗故事第八月、 第九月号连载了世界大战, 略去了缺乏打斗情节的部分。 这本杂志的御用插画家, 人称科幻插画之父的弗兰克·保罗, 给连载配以了火星人战斗机器的封面画。 此后20世纪30到40年代, 险恶的外星人是科幻杂志封面画和科幻故事当中的常客, 人称虫眼怪兽。 所以, 人们认为, 世间大战开创了怪物外星人的科幻传统, 奠定接下来几十年描绘外星人的基调。 当然, 这样的表述存在对文本自身和传播过程的简化。 第二, 威尔斯的科幻创作标志者乌托邦故事, 完全汇入了现代科幻传统。 大家知道, 16世纪时, 莫尔克创造了乌托邦一词, 当时这个词更多地表示没有这个地方, Utopia, 而不是好的地方, Utopia。 但是现在我们都认为乌托邦是指比现实更完美的世界。 如果更差的话, 我们称之为迪托邦, 或者是反乌托邦。 有些研究者认为, 乌托邦故事根本上是一种讽刺文学, 所以应该作为科幻的平行发展来讨论。 有的研究者认为, 从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开始, 科技被视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塑造力量, 此类乌托邦就可以算作科幻了。 还有人认为, 18世纪时, 一些作家关注的不是更好的地方, 而是更好的时代, Ukronia。 这种对未来可能性的推测叙事, 毫无疑问是科幻。 最后, 到了19世纪威尔斯笔下, 乌托邦或者是反乌托邦都发生了彻底的叙事化, 此后表达乌托邦欲望的作品, 往往都借助了科幻的形式。 第三, 威尔斯的科幻较为系统典型的体现了科幻中的科学叙事与技术叙事的成型。 后面我们将专门了解一下科幻的这两种叙事特征。 威尔斯的科幻将科技想象转换为了审美表达, 并且将科技融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关注。 他们对两种文化, 也就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沟通,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们证明了, 科幻小说一直在寻求着对两种文化这一19世纪人为建制的抗拒, 科幻小说是艺术与科技的结合之处。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这一讲我们主要开阔了英国19世纪的科学传奇, 重点介绍了玛丽雪莱和威尔斯两位作家。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